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是《一胜九败》 作者是日本服装品牌优衣库的董事长刘景正 说到优衣库大伙都知道 现在是风靡全球的服装品牌 优衣库的创始人刘景正因此蝉联日本首富 但是刘景正认为优衣库的成功 是一个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过程 他们经历过融资的失败 经历过衣服因为低价热销 但人们买回去之后立即把商标减掉的难堪 经历过为上市冲刺而拼命扩张店铺的疯狂 也经历过被消费者冷落的痛苦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正是从这些失败中学到的经验和教训 让刘景正走向了成功 所以刘景正写了这本《一胜九败》 你可以把这本书看作刘景正的自传 或者优衣库的成章史 但是刘景正把它称为自己的错误级 他在书里把自己做优衣库过程中 那些失败的案例做了透彻的分析和总结 我们常说研究失败比研究成功能学习到的东西更多 能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不管你是做小微企业的还是做大企业的 还是想努力经营自己的都值得读读这本书 在讲《一胜九败》的成败之前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刘景正 说到刘景正原来并不是做生意的料 他从小就游手好闲 大学毕业后也不去找工作 就闲逛着 后来被父亲逼着进了一家超市当店员 卖刀具和案板 你想这样的工作能拴住他的心吗 第二年他就把工作辞了 跟老爸说要去美国留学 就这样 直到他从美国回到日本后 才正式从父亲手里接过了家传的男士西装店 这一年刘景正25岁 接过这家服装店 他才发现西装店其实效率非常低下 即使是看起来毛利比较高的高档西服 因为商品周转期长 资金一年只能周转两次 顶多三次 也赚不到什么钱 他通过对服装市场的观察 认为休闲服没有年龄限制 也不需要给客人两尺寸定制 很大众化 只要尺码拳就行了 他觉得这应该是服装市场的发展方向 他在反思 想改变现在的局面 可等他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后 店员并不认同 结果呼啦啦走了一大半 可刘景正不认命 经过反复的市场调查 1984年6月2日 他在广岛市中心 开启了优衣库的第一家店 服装价格只定为1000日元 就是还不到60元人民币 和1900日元 和人民币100元多一点 这两种 不成想 这家店早上6点还没开门 就有人排起了长队 这种近乎疯狂的状态 一直持续了好几天 你看刘景正经营服装 好像有点上路了 从优衣库的这第一家店开始 他就谋划着扩张 他开启了第二家店 第三家店 一路攻城掠地 开始了在日本国内 和全球的连锁事业 此后呢 优衣库的发展 就像走上了快车道 但是对刘景正来说呀 这个过程仍然是一胜九败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分别来讲讲 优衣库胜的经验 和败的教训 具体来说呀 用衣库的成功之道 最重要的 我们归结为三点 第一是 刘景正站在顾客的立场上 打造产品和店铺 第二是 产品要有竞争力 必须自己开发产品 第三是 企业要把目标定高一点 这样才能逼迫自己 发挥出潜能 先看第一条 站在顾客立场上 打造一家卖得很好的店 刘景正在开店时啊 有一个理念值得我们学习 那就是强调站在顾客的立场上 想问题 具体到店面上呢 他强调营造一个 让顾客可以自由选择的环境 把顾客很想去买的店 变成优衣库 卖得很好的店 比如 他要求所有店铺 装修和开业经营时 都必须做到以下节点 一是 商店里的主要通道 都要笔直宽敞 从这点上 就跟那些通道狭小 行走不便的品牌专卖店 区别开 第二是 天顶尽量不要掉顶 露出水泥框架也无所谓 要让顾客看上去有空间感 第三是 店面要保持一尘不染 不管什么时候 商品都叠放的整整齐齐 缺货时要及时补货 第四 店员不能缠着顾客 介绍这介绍那 而要在顾客有问题咨询 或需要帮助时 再给予热情的服务 店员平时都要系着围裙 方便顾客辨认 这几点呢 看似简单 其实就已经跟其他品牌 专卖店区别开来了 优衣库 不管把店铺开到哪里 都坚持他们要做到这几点 刘景正在第一家店成功后 又盘下了郊外一家 汽车用品商店的店面 开启了第二家店 同样 经营效果很不错 他为什么敢把店开在郊外呢 这是因为 他抓住了一个很好的市场时机 八十年代 日本刚开始出现购买私家车的热潮 那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在休息日会兴致勃勃的 开着车远道跑到郊外 带着朋友或全家来这里买休闲服 优衣库正好抓住了 郊外型商店的发展机遇 这些来郊外服装店的顾客呀 购物目的性都很强 购买率很高 不像开在市区的时尚店 闲逛的人很多 真正购买的人呢 并不多 再一点 优衣库把目标市场定位为 没有年龄差别 性别差别 适应任何年龄层和身份地位的人群 主打那些 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穿着的 基本款服装 所以很受市场追捧 就因为 刘景正处处站在顾客立场上 想问题 对顾客心理研究的很透 所以顾客对优衣库 当然也很买账了 优衣库成功经验的第二条 要让产品具有竞争力 必须自己开发商品 刚开始 优衣库卖的服装 都是从制衣商那里进的货 特点是价格便宜 但品质不够理想 在优衣库开的店多起来之后 刘景正就开始委托海外加工厂来代工 因为那时候 优衣库还没有建立其品质管控制度 所以代工的产品质量常常参差不齐 因为他们的进货价格低 如果再对质量严加挑剔 那很多海外工厂就会因为没有利润 不愿意接他们的活 错过服装零售的都知道 如果从制衣商和批发商那里进货 采用代销方式 对销售商来说压力不大 大不了卖不出去就退货 但风险小了 赚的也少了 再一点 这种方式 服装品类是制衣商主导的 你没办法根据顾客的需求来调整 而且在销售的价格上 制衣商有主导权 你得按照他们的定价来卖 这样你比其他家就没有什么价格优势 权衡了这些利弊 刘景正就决定自己开发商品 这就需要自己确定面料款式 委托厂家来加工生产 这样做的风险是 一旦你看走了眼 定制的服装滞销 你就得自己扛着 在这一点上 优衣库走了很多弯路 刚开始 他们没有自己的设计师 也没有裁剪师 没有产品管控 找人设计出图样后 就委托厂家加工 结果做出来的服装质量很差 按标价根本就卖不出去 最后只能大幅度降价处理 后来呢 几位有服装生产管理经验的同事 陆续加盟后 他们就派人在加工企业常驻 专门进行品质管控 才慢慢形成了 自己开发商品的经验 有些工厂刚开始 对他们派驻人员感到很不解 认为是对自己的不信任 后来呢 因为优异库的严格把关 减少了退货率和废品率 他们才慢慢理解了这样做的好处 现在你去优异库买服装 他基本上能做到 在同类产品里是最价廉物美的 消费者对产品信任了 这就形成了品牌竞争力 这点是刘景正 竞争策略里非常重要的一条 优异库成功经验的第三条 把经营目标定高些 只要措施得当 也能跳起来完成 1991年9月1日 刘景正开始发展全国连锁 计划是每年开30家店 三年后达到100家店 同时定下了公司上市的目标 当时员工听了都很惊讶呀 因为那时优异库在全国 只有16家支营店 7家加盟店 而做到这样的规模 就用了整整7年 所以大家觉得 一年开30家店 简直是天方夜谭 可刘景正不这么想 他觉得只要是制定严密的经营计划 执行的细致彻底 这个目标不难实现的 与这个计划同时 他启动了企业上市计划 他觉得企业上市目的不是圈钱 而是按照上市标准 打造一个全社会都公认的好公司 即使社长不在 企业完整的组织结构和规范 也能够保证他顺利运转 结果一步一个脚印 没用三年 由于扣的直营店 就达到了109家 1994年7月 优移库在广岛交易所上市了 一夜之间 134亿日元的资金 打到了公司账上 这下刘景正再也不用 为资金问题发愁了 刘景正总结说 当你把目标定得很高 看上去有点离谱时 你也不用担心 只要你制定周密可行的计划 分解到每个月 经常把努力实现的结果 和目标进行对比 再适当做些调整 让自己努力的跳起来 这个目标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说完了刘景正的圣 我们再从四个方面来说一说 他的败 相信这些教训 对企业会更有用 第一点是 开店不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不败下阵来才怪呢 第二点是 想借别人的船出海 这基本上是知人说梦 第三点是 优衣库在国际化的过程中 是怎样付学费的 第四点是 在国外开店 不用优衣库的文化去统领 也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咱们先来看一看 优衣库的第一个教训 开店不了解当地风土人情 怪不得顾客不买账 正当优衣库一路索向披靡时 他在日本关东地区开的 第一家店熄火了 早上六点钟开门 居然没人光顾 等了一天 只有很少几个顾客进来 也只是转了一圈就走了 衣服根本就卖不出去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开店不光需要资金 还得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就像在中国的东北开店 能跟在江浙开店一样吗 日本的关东地区 虽然人口很稠密 但这个地方的人 不太重视实惠 对价格不敏感 虽然优衣库的服装很便宜 在关东人看来 这不过是一家 从关西过来的打折店 打折意味着便宜 而关东人的脑海里 根深蒂固的观念是 便宜没好货 后来刘景正才知道 北海道的情况啊 几乎和关东地区一样 后来呢 他在这两个地区 先减少开店的数量 慢慢培养顾客 对优衣库的信任后 再逐步增加开店数量 在这方面 优衣库付出了学费 还有一个例子 优衣库在主打休闲服成功后 刘景正又盯上了运动服 他认为 休闲装和运动服 没有太大的区别 他在想 可不可以把运动服 集中起来卖呢 有了这个想法 刘景正就启用了 一个新店铺品牌 专门把运动鞋 体育用品放进去 同时呢 随着女士服装和儿童服装 销售业务的逐步扩大 家庭装的需求也在增加 于是 刘景正又启用了一个 专卖家庭休闲装的 新店铺品牌 谁知道 这两个品牌店开起来之后 销售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因为运动服和家庭服 在定位上 跟优衣库区别 并不十分明显 有时候 为了确保这两家店的 种类和数量齐全 他们不得不从优衣库来调货 这样反而是优衣库的店铺 出现了缺货和断码 于是就出现了 两头都做的半调子的局面 顾客有很多抱怨 本来可以在一家优衣库 都能买其的商品 现在要跑三家 反而变得不方便 经过这些摸索呀 本来是想扩大市场份额 却对优衣库造成了伤害 了解到这些弊端 刘景正果断的关了 这两个品牌的店铺 在这之后 他不再使用多品牌战略 而是老老实实的 把优衣库这个品牌做大做强 优衣库的第二个教训是 本想用别人的品牌借船出海 最后却关门大吉 随着儿童服装份额的扩大 刘景正收购了一家 专门从事童装企划 开发销售的VM公司 85%的股权 这家公司呢 是从一家名叫VG的公司 分离出来的 多年来一直从事 儿童服装开发 在这方面有较强的竞争力 但是呢 这个儿童服装品牌是别人的 优衣库每年都要支付品牌使用费 后来啊 VM公司取得了独立商标权 这样就可以使用新品牌了 这时候VG公司不干了 因为品牌使用费没人给了嘛 VG公司把VM公司告上法庭 指控他违反了 防止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商标使用条款 面对这样的指控 优衣库自知胜算不大 再加上VM公司的损益结构 一直没有得到改善 出现了连续亏损 又加上商标纠纹 更让刘景正心乱如麻 最终在收购八个月后 他们关闭了VM公司的所有店铺 实施了清算 本来收购VM公司本意是想借助 他在儿童服装市场的名气 借船出海 用别人的牌子来闯市场 优衣库刚创立时呢 也使用过别人的品牌来打开市场 后来刘景正看到 这种做法还是很有风险的 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中 从此他再也不敢采用这种 借船出海的策略了 优衣库的第三个教训是 从设计到生产 看似国际化的结构 却因沟通不畅而失败 现在企业都在追求全球化 作为服装企业 当然要抓住国际潮流不能落后 出于这一想法呢 刘景正在美国纽约 成立了一家全资子公司 印象纽约公司 专门做信息收集和产品策划 后来呢 他又在东京成立了一个设计事务所 这样他就有了纽约 东京大阪山口 四个设计和企划事务所 刘景正是这样考虑的 在纽约收集时尚信息 并进行产品策划 由东京大阪的设计事务所 来具体设计 然后委托中国等海外厂家 加工生产 再由在山口市的公司总部 进行新产品推广 设想当然是好的 但是谁知道 由纽约子公司一手打造的产品 全线投入市场后遭到了全军覆没 在经过详细的复盘后 刘景正发现 纽约的产品策划 大阪的设计事务所 和山口总部之间 时间节奏都不一样 沟通非常不方便 经常是你听明白了这个 他没搞清楚那一个 刘景正这才意识到 这样把产品策划 设计工作分散到四个地方 看似国际化 其实是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 这四个地方要做到信息的顺畅交换 和信息共享 其实很困难 于是呢 他把成立三年半的纽约子公司解散了 重新确立了 以东京设计所为中心 实现商品研发 一体化的机制 尽管这样 刘景正觉得 这是企业创新必须付出的代价 以后还是要探索的 但是产品策划 必须与销售实现联动 这是他在失败中悟出来的经验 能够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 下次不走弯路 这样就很值得 优衣库的第四个教训 企业文化水土不服 就像伦敦开店那种等级森严 观气当道 不关门才怪 原来啊 优衣库都是在日本国内开店 在考虑走向全球时 刘景正选择的第一站是伦敦 为什么选择在伦敦呢 刘景正分析 如果在美国开店 那第一站必须选在纽约 这样才有品牌龙头作用 但因为美国市场实在太大 按优衣库当时的实力 很难在美国拓展 在欧洲开店 巴黎是首选 但巴黎作为世界时尚中心 具有强烈的排外性 对外国的企业很冷漠 不是扩张的最好选择 相反 伦敦是以金融业为主 对外比较开放 只要懂英语 就能游刃有余 所以 他把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选在伦敦 按照他的想法 在海外开店 如果不用当地人来主持 肯定很难开展工作 所以 他找的这个负责人 是英国老字号 马沙百货的高层 很快 优衣库就在伦敦市内 开了四家店 然后在全英国 扩展到21家店 但是这些店开了之后 销售一直很不好 几乎加加亏损 这是为什么 刘景正进行了调查 一调查 吓了一跳 原来在英国的传统里 公司的高层 中层 店长阶层 店员阶层 都有严格的界限 等级森严 中间有一道很深的鸿沟 在游移库的企业文化里 从社长到员工 都打成一片 大家地位平等 拧成一股神 可到了伦敦 这里的管理人员 都是一副大公司派头 只会发号施令 从不带头 跟大家一起干 这里卖的产品 也没有经过 当地市场的仔细研究 比如在日本夏季卖的很火的 透气稀罕的 快干翻岭T恤山 因为伦敦的夏天 湿度不是很高 在这儿根本卖不出去 也原样在这里摆着 而且这里的店面乱七八糟 殿堂非常脏 员工培训也没做到位 而英国负责人 又强调了很多原因 列举了很多办不到的理由 刘景正意识到 这就是英国文化 与日本文化的差异 后来 他请这位负责人辞去了职务 重新从日本总部派人来这里 担任负责人 管理层里 不能适应优衣库文化和经营理念的人 也逐渐离开了公司 人员调整后 优衣库关掉了伦敦以外的所有门店 伦敦的郊外店 也只保留了少数效益稍好的 其余全部关闭 才逐步在伦敦站稳了脚跟 每家企业都是有基因的 这个基因就是它的企业文化 刘景正在这之后吸取教训 不管公司开到哪里 经营者都必须熟悉和适应 优衣库的文化 体现优衣库的文化 此后 刘景正在哪个国家开店 都从日本总部选派 有所在国背景的人去开拓 比如 开拓中国市场时 他选派的就是 曾在日本留学 加盟优衣库多年的中国人 像这样的失败案例 在一胜九败这本书里 还有很多 下面呢 我们再用两分钟时间 分享几条刘景正的 其他经营经验 第一条是 多引进其他领域的人才 他们不会有思维惯性 刘景正在招聘人才时 对那些来自其他领域的人才 工厂 咨询业 IT业 服务业等尤其欢迎 因为他们对服装业 抱有强烈的新鲜感和好奇心 经常问为什么 而不是停留在惯性的思维模式上 如果来的都是同行 他们大都是凭经验办事 难以发现问题 第二条是 在公司发展的不同阶段 有时需要独断 有时需要让员工成为头脑 小企业只能有一个头脑 适合独断型经营者 比如在优衣库 只有30家电池 如果让每一个员工都独立思考 企业就会迷失前进方向 但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 经营就要靠组织系统来运作 员工从刚开始的手脚 在实践中不断成长 有些就有机会上升到头脑 这就是在不同的阶段 需要有不同的决策机制 第三条是 店长才是公司的主角 地区主管只是为他服务的 而不是他的领导 过去在优衣库 店长得听地区经理的 后来他们进行了体制改革 地区经理称呼改为主管 职责是对店长进行协助 建议和支持 店铺的最高经营责任人是店长 这就是给店长赋能 让店长在听得见炮声的第一线决策 公司的所有运转围绕着店长 让他们充分发挥 刘景正认为 不采取这种店长是公司主角的管理机制 零售业就很难繁荣 第四条是提高极战力 什么是极战力呢 那就是马上决策 马上执行 刘景正平常做事很少拖泥带水 有了新想法 马上召集人员 简单一碰面 得出结论后马上执行 有许多媒体到他办公室采访 发现他办公室连个沙发都没有 因为他是一个拒绝闲聊的人 秘书安排行程和计划时 都是以15分钟为单位 准时开始准时结束 刘景正在写给别人的寄语中 大多是极断 极决 极执行 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 一胜九败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关于优衣库的胜 我们讲了三条经验 第一条是站在顾客的立场上 打造一家卖的很好的店 第二条是要让产品具有竞争力 必须自己开发商品 第三条是把经营目标定高些 只要措施得当就能跳起来完成 我们还从四个方面来总结了 优衣库拜的教训 第一个教训是不了解风土人情 在不同的地区用同样的思路 顾客就不买账 第二个教训是本想用别人的品牌 借船出海 最后却关门大吉 第三个教训是从策划到设计 看似国际化却因沟通不畅而失败 第四个教训是 企业文化不能水土不服 在伦敦开店就因为等级森严 官器当道 企业亏损严重 希望这些经验教训能够真正帮到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